就我的理解 他4月的時候要去哈佛 那我回來之前 已經有人告訴我就說 其實Stanford大學裡面的 這個中夕還有伯克萊大學裡面 都已經正式對韓國瑜 就發出了一個邀請函 所以很希望他4月的時候 從哈佛大學回來之後 可以到福佛中心 Stanford福佛中心 能夠做一個演講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學術之旅 這個大學都去了 所以你看他已經發出 正式邀請函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每個人都非常的矚目 韓國瑜在美國所做的一切 當然我們必須要說 他跟柯P到美國 是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樣態 柯P當然就是像大家所說的 你要競選這個總統的話 雖然是打著市長的名號 但是你必須要到美國 接受所謂的認證 韓國瑜當然目前為止 都完全是以推銷 高雄的農產品 當他最大的一個衣龜 這也是讓他很多的一個訪問 是具有非常大的一個 合法跟合理化 再加上其實從頭到尾 其實我在美國這一段時間 每個人都在問 我們國民黨有這麼多候選人 沒有人在問 每個人都在問他說 韓國瑜沒有可能來訪問這個 韓國瑜沒有可能在訪問那個 你已經製造成 好像國內跟國外 對於韓國瑜 還有未來整個走向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一個關切 很多人就會特別提到了 即使目前為止 沒有把韓國瑜當作 這個民調裡面的人選 如果國民黨透過一些 我們所謂的一個機制 通過初選的一個機制 選出一個人 這個人如果到時候 真的民調沒有辦法的話 那是否韓國瑜這個時候 又會出來做什麼樣的處理 總而言之在僑胞當中 每個人都很多不同的 一個想像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也只能說 韓國瑜目前為止以市長之居 然後完全是用 這個所謂推廣農產品的方法 來跟各國 特別是東南亞各國 來建立一個 所謂城市交流的一個管道 但是當每個人對他 很有興趣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會更高一層樓 我說實在的 從台灣的民間到美國國外裡面 大家對他的一個所謂的好奇 跟對他的一個熱切 7月是否會造成一些 不一樣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 以前我們都說他不可能 現在是不是有可能 我想大家慢慢的觀察 我只能強調柯P 我最後講一個 柯P他真的得罪所有的攤販 東區這麼多空白的 這個店面當中 都是攤販在空白 沒有出租出去 在這個店面前面來擺攤 所以柯P他真的沒有辦法來說罪 如果你有辦法把台北 帶到一個你所謂一個 比較遠大的經濟的發展 東區就不會像這樣一個沒落 所以攤販庶民的經濟 還是你這位精英分子 應該好好來款待 好好來善待的 柯利文 現在看起來 拖到7月份 真的是在等韓國瑜 沒有拖到7月份 是本來就是那個時候 才會提名 就沒有因為韓國瑜而拖 是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本來就是3月中 要等謝龍介當選 要先等謝龍介當選 現在大家都還在 而且新北市也在選 北南 台灣頭 台灣部都在選 台灣中 台灣也在選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 重點應該是放在 3月中的補選 3月中補選結束之後 就會宣布總統的 其實還有立委的提名 都會開始了 那個時候總統的初選的辦法 才會決定 決定之後就會有 就開始走流程 就登記 然後登記之後就開始初選 然後初選就要辯論 要民調 要黨員投票等等 因為初選辦法我們還不曉得 就是到時候就會走 你這樣子順著走 大概譬如說假設 六院走完之後7月 正式決定提名誰 差不多也走到7月了 所以本來就是會到7月 不是為了等韓國瑜才到7月 不過等韓國瑜到7月也不錯 但不是 那是我們自己 自己一廂情願的時候亂想的 那事實上並非如此 柯文哲我覺得他非選不可 他如果不選 他得罪了攤販還能選 得罪了很多人都還是能選 只要我們在座任何人想選 只要滿40歲都可以選 但是柯文哲他如果這次不選 他會離選總統越來越遙遠 而且他很可能很快就會過期了 那我覺得他這一次 其實柯文哲心裡面很清楚 我覺得他在參選 這一次的台北市長連任之前 他就已經很清楚的知道 選舉結果不論如何 他都要選總統 他只是希望這個選舉結果 是一個最有利於 他問鼎總統的選舉結果 當然這個選舉結果 不是最爛的結果 因為他畢竟還是連任 但也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柯文哲就是太酷勢 所以他想要冷處理 然後偶爾跟網紅玩一玩 他就已經網路報表對不對 輕鬆的取下連任之路 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 冒出一個韓國瑜 所以他的冷處理 就給了韓國瑜一個很大的空間 結果韓國瑜紅到發紫 紫到發黑 紅到不行 柯文哲就自然而然的 被亮到一邊了 即便現在柯文哲想要選總統 每天也他只是沒有鬆口而已 他每天都在選總統 他每天都在選總統 但每天記者問他 早上中午晚上問他的都說 那韓國瑜怎樣怎樣怎樣 你怎麼回應這樣子 韓國瑜沒有要選總統 他都面對這個問題 他會一直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剛剛沈大佬講得很好 柯文哲不是酸 柯文哲他是很不耐煩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很容易不耐煩的人 他為什麼不耐煩 因為他覺得我絕頂聰明 我唯我獨尊 全天下來只有我 什麼都懂 什麼都會 你們這些都 更高我慢 智商 你們這些智商這麼低 每天都拿這些白痴問題來問我 對不對 我的耐性也很有限 再加上他也清楚的知道 他其實自從要選總統的 這一段時間並不是很順 美國不給他面子 支持蔡英文 然後在網路上聲量 沒有辦法攀升 他所推出來的人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意外 就是很難選 立委很難選 他想要阻擋 因此也很困難 他的光環 沒有辦法轉移到一個團隊 也沒有辦法轉移到別人身上 而使得他要面對一個 全國性大選的時候 他本來的很多的盤算 通通走得很不順 剛剛大老我覺得他講得很不錯 因為大老在美國待過 你知道海外的華僑 都非常熱衷政治 就熱衷政治 都非常熱衷政治 而且比台灣內部的 更極端 對 的立場都非常極端 所以柯文哲或許在台灣很紅 我不曉得 柯文哲在美國有沒有柯粉 是什麼樣的柯粉 如果沒有的話 看起來沒粉 分就擦不起來 擦一分擦不起來 看看他的吃半餐 會有多少人參加就知道 所以他的這一趟去 如果冷冷清清 他的味道越來越燥你知道嗎 柯文哲因為他的素養很差 他的臉很吵 沒有人要吵他的時候 然後美國人也不鳥他 他這一場去 到底是造勢還是把自己撈開 他就變成這樣 但是因為 這樣子他還是要選嗎 他還是要選 可還有不能不選 可賣算了 我們就誤會一場 大家開心的做完兩任 台北市長對不對 然後就瀟灑一點 到台東去行醫了 但是他就不是這種人 我覺得其實柯文哲 他就是一個沒有同理心的人 然後他對所有事情 他都非常的不屑 他就是因為這個 個性上的重大瑕疵 阿酸姐 台北市長 特殊的時空環境 會掉 可是他選上了以後 他的缺點不斷的暴露出來 他選總統缺點不斷暴露出來 跟韓國瑜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韓國瑜 他我剛剛講 他跟柯文哲最大不一樣 就是柯文哲沒有同理心 韓國瑜非常有同理心 尤其對基層 對庶民百姓 柯文哲永遠唯我獨尊 對台北市政不屑 然後覺得我已經做得真好 不然你心裡會怎樣 可是你看韓國瑜 他時時刻刻 他從來沒有在講自己 都是別人罵他的時候 他才開玩笑兩句 說你們不要再罵我了 每天都罵我呢 韓國瑜每天都在講高雄 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主張 不管你覺得他做得到做不到 可是他很成功的 而且他是真心的 時時刻刻 他都在講高雄 高雄要怎麼賺錢 高雄要怎麼樣 高雄要怎麼做 他都在講高雄 我們從來沒有聽到 柯文哲在講台北 台北 台北不知道 他從來不講台北 他去上網紅可以 他對台北沒有熱情 沒有熱忱 他也覺得台北就真好 也不需要來顧 不是嘛 台北就跟台大醫院一樣 也不用推銷了 對不對 會好就會好 不好就不好 他這什麼態度 所有的城市都需要行銷 人家東京也在行銷 新加坡這麼有名 新加坡今年建成200年 也都在行銷 哪有說 因為我是一個很成功的城市 你們要來就來 你們不要來就不要來 我不需要行銷 而且台北的成功 也不是因為柯文哲的關係 是利益界市長的關係 而且台北也不至於到 紐約 倫敦 巴黎這種集數 對不對 你看所有 你看所有亞洲各地的城市 每個人都在行銷自己 然後我們就市長說 我們這邊行銷 台北有夠好 我們有夠讚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柯文哲的問題 因為柯文哲他就是不溫暖 因為柯文哲就是因為 他沒有同理心 所以今天他就是因為網紅 傳統的政治人物 沒有辦法適應網路媒體的生態 偏偏出來了一個韓國瑜 就變成取代了他在網路上面的溫度 然後他又沒有選總統的那種感人的力量 但是他會不會選 他會選 他沒選就沒機會了 所以我覺得他會拼一次看看 那就目前的民調來講 雖然他現在很不順 心情很不好 可是他民調也沒有很爛 除非他的民調 去了美國回來之後一落千丈 剩下10幾% 20% 他可能就會死了這條心了 他媽媽再去城隍廟拔杯一個 城隍廟說沒杯 他媽就說好 這樣賣算 他問他媽媽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決定 我是說真的 他真的是這樣決定了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是說真的 雖然大家覺得很好笑 但是這是現實 就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決定了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是說真的 雖然大家覺得很好笑 但是這是現實 就是這樣 他是真命天子 你們真的是他是講真的 所以真命天子就表示說 到時候到了六 七月 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天降 紫光 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不懂 反正柯文哲是會選 但是我想要補充一下 我從小就認識 林佳龍跟鄭文燦 我一直在講媒體說的 包括剛剛您在講說 因為接觸他們公會 他們對鄭文燦寄予厚望 他們對於現在 民養政府的停擺 是派系鬥爭 我有很大的保留 對 那是假的 我告訴你 我覺得第一個 我不相信何暖軒 會不買鄭文燦的帳 這件事情 我實在很難接受 第二個我覺得 鄭文燦 林佳龍 陳其邁 他們已經在演一齣戲了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說 為什麼何暖軒這麼好用 這麼好用 我想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柯屁如果看看 今天韓國瑜 就兩岸關係的新說法 他還說這我怎麼會算一下 他的兩岸一家親被他用了好幾年 而且這個是實 這是檢老共領導人的雅惠 他也沒有自己發明的 結果好用用到兩三年 老共就說這傢伙 東講西講就是講一家親 這個可以利用 他現在跟韓國瑜一比 這兩岸一家親不算什麼 你農我農 夭壽 這有夠錢 那邊還說你養我來抓 我養你來抓 這個是英文轉變來的 叫I scratch your bag 你知道I scratch your bag 這個習大大一聽 這是共譽的概念嗎 韓國瑜你養要我抓 我養你會知道 這個算什麼話 所以韓國瑜的竄起 我跟你講北京真的是有苦難言 韓國瑜你最近跟柯文哲 接觸比較多 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他選總統的意願有多強 我前兩個禮拜碰到 過年前碰到他的幕僚 上個節目私下問了一下 我說柯文哲 到底有沒有組政團跟政黨 因為他現在都是空氣票 他說有討論過 但是柯市長講講就算了 因為他覺得還不需要 我就問他 對 還不需要 我就問他說 6月份你們會決定 要不要選總統嗎 他說我老實跟你說 我覺得不會這麼快 不會這麼快 也要做到7月 對 他還要去托 因為他說現在還沒有討論 因為後來我們聊的時候 發現一個問題 柯文哲的問題 不在於沒有政黨 不在於沒有政團 在於他沒有朋友 沒朋友 沒有朋友 他的勢力 不要說台北市議會好了 他大概就只能在台北市政府 裡面逛而已 你講的沒錯 台北市議會都沒人理他的 跟黃沃論說如果要選總統 你的台中各縣市 你需不需要有盟友 他沒有 人家都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柯文哲是燃燒別人照亮自己 他現在狀況最闪在這裡 因為也沒有人才 他們的團隊打市場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個team而已 就是大概四五個人 然後他說到現在 還是那四五個人 繼續在敖戰當中 可是很明顯的 從陳思宇那個時候狀況而言 就已經狀況不對了 包括他有一些的想法 我覺得柯文哲在最近的言論上 我認為他已經有點動怒了 他真的 以前我不敢說 我覺得他是有點 看不起韓國瑜的 他覺得是他的小弟跟他的下屬 可是現在他 他看不起所有的人 不只韓國瑜 所以他用了攤販這個經濟 我不能說這個字是貶義 但絕對沒有讚美的意思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讚美的意思 韓國瑜起來之後 對他而言我覺得傷得很重 跟各位報告 柯文哲市長現在 最在乎的一個政策 就是燈結 他花了非常多的錢 找了義大利的設計師 來做光之饗宴 你知道台北政府都很漂亮 人很多 包括他有幾個燈區 他都花了很多的心思 因為他認為這是一個他翻轉氣 是一個很高的 質感會有高中 對 必須要 跟花博一樣 這個等於是他近期的代表做 尤其是他自從被 韓市長搶去風頭之後 他很慘 也跟各位報告 柯文哲有兩個民調的地方 一個是我們的研考會 定期會幫他做他的飼料 但是他的團隊不做民調 他的團隊做的是他網路的聲量 大大落後非常多 非常慘 所以他才去找了那四個網紅 希望在初一到初四 能夠幫他重新推廣起來 但是很明顯看完 老說那四個影片 我連看都沒看過 對不對 現在是很紅嗎 我不曉得在座有沒有 看到那幾個影片 甚至連聽說連學姐的 網路聲量也一起陪進去了 所以我說柯文哲市長 他一定想選總統 但是會不會選 真的可能還是要去拔拔一下 還是要靠上天的旨意 但是他想選很正常 就跟我們跑馬拉松一樣 我半馬跑完了 會想挑戰全馬 這是疑的人知長情 但是現在我覺得他有點亂 甚至我包括他狀況很糟 因為我過年嫌疑 剛好跟他便當回吃飯討論 現場很多他的一級首長 都在現場 我發現他們沒有台北市的驕傲 因為我們有問題問柯文哲市長 柯文哲市長不懂 就請他的其他舉數首長來回答 他們的講法都是 我們台北市跟其他縣市一樣而已 所以我們這樣就夠了 我聽說你們沒有台北的驕傲嗎 對我們台北而言 應該是要比他更好才對 可是所有的人的想法都是 台中也這樣子 高雄也這樣子 我們這次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真的很擔心 不但他的氣勢不夠 我覺得他整個團隊的氣勢 跟能力都不夠